还有要将废弃的幼儿园活化改造成为慈恩国际艺术村 随着疫情在去年也决定转型升级 去年邀请了三位艺术家来到花莲祝村 其中来自台南的王玉婷 更在去年由花莲文化局所举办的回篮美展 以作品悠悠读得了50万元首奖肯定 也期盼透过搜集日常的声音和记录 传达给更多的观者 体验东海岸历史时空空间交汇流程的声援意义 2021年通过征建 驻村花莲节安乡慈恩国际艺术村的王又婷 参加去年由花莲文化局举办的回篮美展 影像装置作品悠悠以花莲西出海口为发想 透过动态摄影3D扫描的方式 将惊喜的人群行为 遗留物件自然环境时间能量 转换为数位的资料 获得回篮奖首奖50万元奖金的肯定 作品也获得文化局典藏 我有到花莲西出海口这个地方 做一个驻地生活一段时间 那在驻地生活的时候 我会使用我的像是动态影像的方式 或者是3D扫描去进行一个影像的采集 去观察这样子一个 就是除了我的身体的感受之外 然后也透过一个数位的观察 去采集这样一个地方 我刚好也很巧合的就是 采集到了一些以前人所留下来的物品 像是石器淘气 然后这些石器跟淘气呢 也可以依稀可以看见到那些石前人 可能制作或者是遗留 使用的一些痕迹 但是这些淘气呢 或者是这些石器 它通常都不会是比较完整的 尤其是淘气 因为它可能会是有 不断的积累的关系 所以它会是不断的做压平 或者是就是可能有一些挖掘道路拓宽 所以它可能会被破坏的一些现象 于是我就以这样子 我所观察到的一个 以前人遗留下来的物品 跟现在的人使用的 他们生活的一个痕迹 去做我这次作品的一个发想 花莲这片土地呢 它的这个时间的脉络 就是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之久的 然后久到其实很多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一些遗留 都智障都在我们的周遭底下 于是我就想要透过 我的实际的观察跟挖掘 有点是我的观点的挖掘 去把这个地方再重新的梳理出来 然后用一个不同多元的方式 让大家去观看去感受 王又廷来自台南 曾在纽西兰筑村 擅长实验动画 录像摄影 3D数位媒材 以实验性的精神 打破既定的观看模式 探讨时空间等议题 这次以海港 华联市场 公园 删婚礼厨房 跨年晚会 夜晚街道为主题 进行驻春艺术创作 在花联采集期间 更震撼发掘远古遗物 带来的冲击 希望透过实际观察 和观点的挖掘 带领更多民众 梳理东部沿岸 用更多元的方式 去感受这片土地 接着讲邦彦 简安箱报导 看着 岀伏 8 20 7 8